台中市政府金发局为了推动中区再生 去年委托中城再生文化协会 进行中区空屋煤盒计划 一年来一共成功煤盒八间老屋 成为年轻人的创业基地 包括甜点厨房、手作教室、纪念品专卖店等 这天举办成功案例分享活动 邀请经营者分享改造过程的干苦谈 大家都表示透过煤盒计划 终于找到地点合适租金能负担得起的房子 也成为活化中区的新契机 这个是房子原来的状况 那我们通过建筑物从一楼地平 经营者分享进驻中区相弄间开店的心路历程 桃市中区一度没落 在市府及民间企业的投入之下 活化老屋再生成为不少年轻人如梦的基地 最有趣的事情是 这个房子其实在台中的老街区 有一个老街区的个性 那巷弄的感觉 生活的感觉 其实是非常棒的 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被关在一个办公道里头 做一些事务型的工作 我们的确在街区里面 跟这个街区的生活脉动结合在一起 这些房子要活化 它其实要花很多的整修费用 所以我们在推广这个整修底租金 意思是说我们梅河进来的这些比较有创意的团队 他可以在这边可以好好帮你照顾你的房子 让你的房子把它整修好 然后用一个比较高品质的方式把它整修好 然后房东愿意用比较长的租旗 然后所以大家就会好好看管这样的房子 那这样子也可以吸引更多具有创意的人来到这旧市区 因为中区上有不少闲置空间 市府积极执行空屋梅河 透过中城在圣化协会跟屋主沟通 目前已经成功梅河八家业者进驻中区展店 有经营者一起组成共同工作空间 不仅租金合理 也不必另外添购器具 省下不少开店的经费 很棒啊 不然那个闲置房子真的太多 中区这里真的是整个没落了 希望可以多办一些这种活动 因为其实公务所的同伴 有时候来来去去啊 然后会看到我们在做什么 就会小闲聊一下 那其实跟我们一开始在厨房工作的感觉 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在厨房工作就是很密闭的空间啊 然后对同事之间就是师傅对师傅之间的对话 那反而在公务所上面的时候 会比较多一点点快乐的感觉 那其实器具上面都很足够的状态下 其实我们目前做起来也是很快乐 师傅表示中区空屋媒合计划执行到6月 未来也将推出新南巷计划 其中一项子计划是优化中区自由路 激光街电子街商圈空间 也会结合老屋改造 继续推动中区再生 接下来水峰台中采访报导 我们的20 我们的20